錫飛聯上季就以英冠的亞軍資格升上來英超 我想有兩樣東西他們都是在英超最特別的 其中一樣就是他們教練團隊的成員全部都是來自英倫三島的 應該整個英超只有他們唯一一隊 另外就對球應該是最少國腳級的球員 我想數完數完都是五至六個左右 到時候大家可以看看軍庸就一起去數一下 看看我有沒有數到 但是五至六個來說應該對英超的眾多球隊當中應該都是比較少的 那先說說領隊先吧 領隊的欺經保譚不是欺堅保譚是欺經保譚 他以前其實就球員時代是曾經踢過石飛聯的死敵石周三 但是就一段短時間了 所以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介懷 所以現在輾轉之間來到教石飛聯 那也是曾經是叫做上一任的教頭 就是跟過維爾達的 那所以都曾經在英超都叫做精戰過下的了 不過就今年叫做第一次坐正 那其實上季呢 就看回鎮息 就是石飛聯是只有第十四周作客對著史督城 和聯賽杯第一圈對著西布朗呢 是用四人防線而已 而這兩場球都是輸的 其餘時間石飛聯都是用一個 大家對上一次在英超都是看慣他們的陣式 就是三五二的陣式 那我想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的話 都會是繼續沿用這一套的了 但是問題就是 我相信他們今季會遇上很多的考驗 所以到時候看看 就是西京寶壇的陣式的轉變 或者他有沒有一些獨到的戰術的套路 可以令到石飛聯在不同的場面上面 或者對著不同的對手上面 有一些其他的部署 那我看看陣容 馬上去一下石飛聯的陣容 其實其實是挺簡潔的 就是為什麼為止簡潔呢 因為就有括好的球員就不多的 有括好的就是一些陣中的多功能球員 看看 咦 只有兩個而已 就是奧斯邦 還有就是剛剛新加盟的特尼西亞 過腳就是安尼斯斯利文尼 那都叫做可以踢逆位和踢中場中 其餘球員呢 吸下去呢 真的 你稍微有研究一下石飛聯的 都知道不用怎麼做功課了 因為只可以打死一個位 就是中堅就是中堅 又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三四後衛的切換 中場球員也不會說有時候可以出任哪個位置 前鋒就是一些 就是最多極其量就是前鋒的分工 或者是前鋒的角色的定位 就是譬如你說 新加盟的奔尼炒爾 就可能是一個突破力強些 有一定速度的球員 布斯達也是一個射術 就是賣靈巧的一個射手級的球員 而其他譬如你說麥班尼這些 就真的在前面就是 當一個處等式的中鋒 所以看起來是幾簡單就可以看完整個石飛聯的軍用 但是首先就說說門將 因為其實兩個門將都同樣給不到信心 科達靈涵 科達靈涵其實就是前一季 就是大前季 藍斯達爾還在石飛聯的時候 就是做他的副手 但是始終還是沒有英超經驗 另外亞當大維斯他比較好 他畢竟也叫做威爾斯的獲腳 但是威爾斯當然不是主力 因為主力就是一是顯尼斯 一是丹尼華特 其量都是三號門將而已 但是兩個門將都是沒有任何英超經驗的 那到底臨場的抗壓能力是怎樣呢 後防球員其實很多都是熟口熟面的 除了巴森是年紀大一點之外 其實整體來說都是當打的 留意一下波斯尼亞的國腳 亞美河石 因為這位球員去年在英冠 是其中一個入球能力的 就是得分中堅 入球能力挺強的 已經是波斯尼亞的主力 前季其實他在瑞典效力馬毛的時候 都是有踢過歐聯分組賽 另外一個在去年英冠都表現得很突出的中堅 就是卓斯迪 卓斯迪就是上季百名漢的正選球員 也是去年球會選出的全年最佳球員 卓斯迪其實今年才開始是第一次為美國國家隊上陣 所以都希望在美國可以爭到位置 因為下屆全一杯 畢竟美國都是其中一個主辦國 其實就之前在這個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州的國家聯賽 就是Conquercav Nations League的決賽 他也是有份上陣 踢了11分鐘的 到底來到石非聯 這個三中堅的體系 他會不會適應呢 因為上季百名漢 其實偶爾他也是有擔任過三中堅的其中一個 其他呢 中場中那裡 我就覺得呢 是很多主力球員是離開了的 而這件事都是令到對球是頗大影響的 尤其是剛剛叫做幾天前 就宣佈是轉頭去另一隊 相信會是石非聯今季護級的其中一隊 對手就是搬離 同時間一起升上來的搬離 就是在說羅威的中場辛達貝治 那他就 始終在一隊 你護級的 就是你一個對手 你加盟去護級的死敵 那你固然是 有損士氣 或者是有損球迷的信心 那球迷就自然是覺得不高興 所以這件事就 看一下有沒有其他球員過到來 是可以取代到他的位置 那還有除了辛達貝治之外呢 其實就 上年 借過來的湯美道爾和麥亞地 其實都已經是回到曼城的了 那所以不計諾活特之外呢 其實以上我所講的 辛達貝治、湯美道爾和麥亞地 都是 在幾個中場球員上陣時間之中 他僅次於諾活特的 那所以三個主力球員一起離開了 你說是不是傷了 那還有這三位球員 其實上年加盟是有20個入球 17個助攻的 那這些入球或者助攻 你在哪裡可以填補回了 或者有沒有能力可以填補回了 那還有就是 費力克我也覺得要提一提的 因為費力克其實就 你當然是很熟悉他 因為之前在英超的時候 他也是石非聯的主力 但是去年呢 他已經是退居了做後備的了 但是今年因為可能上來英超 有些主力球員 原有的主力球員就離開了 所以費力克呢 又可能會擔任正選 但是 你用費力克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著有一個downgrade在這裡呢 不是upgrade 是downgrade 所以這件事情都是一些 我覺得 不太好的現象 還有 前鋒線也是 伊利文尼迪亞爺 上年15個入球 12個助攻 這位蔡內加爾的新進的國腳 上季對於石非聯的影響力 當然不需要多提 在前線 無論你說為隊友做穿針引線也好 自己去埋門做搶點也好 是一個絕對的核心的主力球員 但是他又是去到 8月臨近開季前的這段時間 才叫做離開球隊 因為之前在季節熱身賽 可能就是 球會熱身賽是覺得 你是在我的計劃之內 才會繼續在熱身賽 讓你和其他球員磨練一下 磨合一下 但是現在可能 球會也覺得 為了錢 賣走了你 但是又要臨急臨忙 為一些代替的球員回來 這些球員 有很多都是 沒有在季節熱身賽 和球友夾過的 或者夾得很少的 也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 原有的前鋒球員 真的要逐個和大家數一下 才可以令大家 現在意識到 有多讓石非聯擔心 首先說說布斯達 布斯達一向都是玻璃腳 上年 11月份就已經修練 就算 傷之前 其實他也不太適合 全季只能入一球 麥班尼 上季只能入13球 其實在18到19球季 他在踢屎雲屍的時候 英冠入22球 上季只能入13球 也是那句 他的料子和質素 就是有限公司 上到來 不是說有英超經驗大 你也要講能力 講質素 講卡士 職比臣 上季球隊的大後備 只能入一球 奧蘇娜 去年 其實有半季時間 借了去英甲的打比棍 但是加上也能入兩球 還要是同一球 進入的 下半季回到石非聯 都是坐冷板椅 居多 所以 這些上陣次數 少之又少的球員 在英冠 都沒有入球能力 可以證明給大家看 更何況是英超 還有一些布斯達 玻璃腳 或者麥班尼 又不夠質素 奔尼查奧爾 剛剛操到季 我問你 你可以依靠誰 不是說未開季就先認輸 認低位 而是 從實力排面 各方面 人腳 還要原有主力 就是你 起碼 譬如盧頓那些 人家盧頓也是人腳 可能是有限公司的 但是起碼 他們是保持得到 那個班底在那裡 石非聯 是很多主力 離開了 祖軍又闖撤 沒有辦法 祖軍為什麼闖撤 就是因為有些球員 都是 臨急臨忙 才離開了 所以你說是不是擔心了 那我也明白為什麼賣走主力球員 那你石非聯 有錢 難道不用嗎 那你始終 不是一間很富庶的球會 那球員 又可能覺得有歐洲賽踢了 就是說伊利文尼丁亞 那麼 新加盟的 有一堆球員 全部都是 你看回 人腳 新加盟的所有球員 全部都是一些沒有英超經驗 而又是屬於二十至二十四歲的球員 那所以呢 就是你主力離隊 領隊又沒有什麼經驗 另外兩隊的領隊 其實他們都是英超初歌 盧頓 還有潘尼 他們都是英超初歌 都是沒有在英超執教過的經驗 但是 就是 別人班底救口 你就反而 是 要不是班底救口 要不就是夾慣夾熟 你石非聯 就兩飯都沒有 所以呢 就很難令到大家 不對你感到悲觀 所以呢 悲觀得來 都要找些亮點的 亮點就是 要講一下新加盟的球員 新加盟的球員 其實就 都有一些來頭的 譬如 雲尼斯奧斯蘇沙 這個都屬於巴西 上年叫做 在西甲 歐洲四大聯賽 有些 能力展現過出來的防守中場 就是踢愛斯賓奴的 但是我也留意回 他在愛斯賓奴 其實他在四月差不多 就已經是沒有了正選的 因為愛斯賓奴 上年最後他們是 互給失敗的 而到了最後緊急關頭 雲尼斯奧斯蘇 都拿不到正選 是不是 球員本身有些問題呢 包括 競技水平 還是紀律上 令到愛斯賓奴不用你呢 這樣 都是要留意的 另外 賓奴奴奴 剛才我都說漏了 他為什麼 就是 球會找他過來呢 很大程度是基於 他在瑞典超級聯賽 在客根14場 入12球 一個1米72的正前鋒 所以我相信都是老鼠仔 喘腰能力強的球員 460萬歐元 對於客根來說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價錢 但是球員本人來到英超 可不可以立即起作用呢 他其實之前曾經在客根 就傷了8個月 但是傷了8個月之後 他都可以馬上 在聯賽 入這麼多球 我懷疑 他也是一個心理質素 不錯的球員 但是說到我要推介的球員 就一定是安尼斯斯利文 也是我比較熟悉的一個 因為他始終是特尼西亞的 國腳在非洲國家盃 還是之前世界盃的表現都見過他的 他其實是挺適合石非聯的 因為他除了可以升任中場中的位置之外 右翼位他都可以踢得到的 所以有這樣的身形 1米88 高空波 或者就是在中場控制節奏 上腳 這樣都是OK的 特尼西亞其實 他就不是一個踢法很起眼的球員 就是如果你是熟悉他們的話 你就會覺得 特尼西亞陣中是拉到來 是搶劫能力強 而其餘那些中場球員 都可能是中間搏一腳為主 安尼斯斯利文尼也是 但是他的勝在 多功能 還有有這樣的身形 所以就 剩下還有一個 就是拿路斯 拿路斯就是左翼位 或者左閘的球員 屬於利物浦的清訓 那麼今年就是在特魯瓦 特魯瓦就是曼城的 就是當然城市集團的熟會之一 那麼借到過來 石斐聯試一下 但是我又覺得 左翼位 是不是真的需要人呢 因為默斯路維 奧斯邦都可以升任的嘛 那麼除非你說拿路斯 是有一個 就是質素天才球員 那麼我不認識了 那麼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有看過他的 但是整體來說 石斐聯的軍庸呢 是慢慢的 那麼加上就有些 主力球員 離開了 那麼 今年 沒辦法的了 我都 就是 貼降班呢 一定是貼石斐聯的 我甚至覺得他們 就是 總括來說 那個排名上呢 是 比盧頓更加差 我覺得石斐聯會 我今年的 是 包尾的球隊啊 那麼 而大家覺得 今年 英超 包尾的是哪一隊呢 又不妨 告訴我們 是不是石斐聯